So what did you come? 每次聚餐朋友都点名要吃这道甜辣罗氏虾 浓郁的泰式风味 虾肉滚满酱汁来上一口 嘴巴替你先免签入境啦 秋天时吃罗氏虾的好时候 个个都肥嘟嘟 一个塞一个的头大 处理的时候需要费点耐心 去掉脚、虾须、虾腔和嘴的部分 挑出头部的虾腮 剪开它的后背 做起来会更加入味 处理好的虾 给一点点淀粉干燥 并且裹住 处理香料 红葱头上当于中餐里的葱白 辣椒和大蒜 把它们放在一起 垂倒一下再去爆锅 这一步是泰式热炒鲜香的精髓 导到没有大块的粗粒状态 接着准备下炒菜碗汁 泰式甜辣椒酱做提味 鱼露、酱油、蚝油 依次增鲜 挤入半颗轻银汁 去腥、提鲜 用水和淀粉来调和 搅拌均匀备用 最后准备一点点的罗乐液 比平时炒菜多一些的热油 先放入虾过油炸熟 炸香 虾壳虾头充分炒出香味和虾油之后 捞出 锅里留一点点底油爆香料 然后把虾回锅 混合香料炒味 淋入调好的碗汁 用大火不停翻拌 收支到粘稠一些 出国前我们再淋入新鲜的清明汁 螺乐液、辣椒圈 翻拌均匀就可以装盘了 浇上一圈锅底的酱汁 这样就能完美上桌 虾肉超级鲜嫩 裹满了甜辣的酱汁 口感太美妙了 准备佳宴 你也试试吧 我是爱做泰国菜的斑克克 关注我 在家实现泰餐自由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